县长林明珍率领县府公务处、农业处等单位同仁 前往中寮乡、会堪多处农路及排水沟改上工程 除听取在地民众硬件 并将整治清理乡内区域排水、保持河道畅通 避免台风好雨来临时、预激陈灾 造成民众生活上的不便 县长林明珍率领县府公务处、农业处等单位同仁 前往中寮乡、会堪多处农路及排水沟改善工程 林县长一行首先前往福盛村出坑中心农路 了解沿线边坡摊坊以及农路均裂受损情况 林县长表示 中心农路沿线多文农作以及少数住家 沿线共有四处道路受损 路面及边坡摊塌确实严重 根据现况了解 除了进行A7路面修复之外 道路两侧的挡土墙及水井、寒管等等都需要重新试做 中寮乡、湖盛村、中心农路 这条农路今天来毁坎 大水流到很严重 漏水也非常严重 所以这也不紧 大家做防范措施 这些路面可以修理一下 我们这些农作物很多 这些农民的出租 这些路这么难走 这些农作物 这些农作物 这些路面不要只丢丢到 再去到闭闭的地方都海浪了 所以我们管政府对这些農民的重要性 这些農民的重要性 这些農民的收获 大概要一百七十几万 我想这个我们要赶快来发包 收集给它做好 让这些農民采集不可以更方便 当地农友表示 此农路沿线已有多处边坡土石摊坊 尤其持续桥前后两侧都呈现严重 排水沟土石严重阻塞 大雨来时水流往下冲霜 造成交通中断 希望县府能够早日施工改善 路很快 管政府很感兴趣 我们这八十 大家很紧张 路很快走 要买东西 去到旁边都买了 管政府很感兴趣 路很大 水很大 都不可以过 车两路很快走不可以过这 很不方便 公务处表示 预估总工程经费约需一百六十九万元 将进出发包十座改善 以方便农场运输及民众出入安全 权